3月2日下午 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明 在回答中美关系问题时表示 中美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摩擦 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肩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 同时由于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不同 中美之间难免存在一些分歧 你刚才也说到了 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摩擦 事实充分证明 中美合着两立 斗着俱伤 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会上有记者提问 过去几个月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竞争面日益凸显 合作面有所减弱 可能贸易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就达成贸易协议 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也有人认为贸易协议 不一定能够缓解紧张局势 请问发言人 中方愿意达成何种贸易协议 中方希望美方做出哪些让步 对此 郭卫明表示 这一提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这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情况 二是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这次中美经贸磋商 备受国内外广泛关注 政协委员也密切关注 这次经贸磋商的进展情况 我们对双方已经取得的积极进展 表示欢迎 这次中美经贸磋商 是在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下 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进行谈判 在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 非关税壁垒 服务业 农业 以及汇率等方面 在这些问题上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双方将按照 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 加强沟通 共同做好 下一步工作 中美尽快达成 互利供应的协议 不仅有利于中美双方 也对世界经济 也将是一个好消息 郭卫明表示 当前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键阶段 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需要双方共同做出努力 双方应按照两国元首 确定的原则和方向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拓展合作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管控分歧 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让中美合作 更多的造福于两国 也汇集世界 感谢观看